怀孕生产的当天,我疼得死去活来,就差跪下来磕头求他们快让我剖妇产,在手术单上签字。 但婆婆扒着我的病床,一脸凶狠要我拿出彩礼钱。 最后,孩子生下来了,是个男孩,但我却和丈夫离婚了。 妈,我求求你了,我真的好痛,就让医生给我剖了吧。 我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,一只手艰难地撑着病床想要坐起来,剧烈地宫缩让我额头流出冷汗。 哎哟,医生不是说了吗?你这个条件很好的,明明可以顺产。 再说了,剖妇产对俺孙子不好的。 婆婆坐在病床旁,守着呼叫器,一脸防备地看着我,防止我出去找医生。 就是,现在就算是顺产,俺们家里面也没什么钱了,公共一同附和。 我以为是开玩笑,毕竟十月怀胎,再怎么样也不会连生产的钱都没有。 我看了一眼公共,谁知他也立刻转过头,嘴里叼着一根烟在病房里吞云土,就在这时,病房的门打开了,我眼睛一亮,以为是医生。 但来人是苏震轩,我的丈夫,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,艰难地伸出手想要扯住他的手震轩。 我现在好疼,想要剖妇产。 苏震轩为难地看了我一眼,刚要开口,一旁的婆婆就一把冲上来,像个护小鸡仔的老母鸡一样,恶狠狠地瞪着我。 剖妇产,剖妇产,你不知道剖妇产要钱的呀?你们这些城里的女人就是矫情,俺们那个时候生孩子就跟拉屎一样,哪里还像你们现在这样去什么医院? 说着,婆婆颇为嫌弃地打量了一眼病房药俺说,俺看俺们村里那个小卫生所就不错,来什么大医院? 我,我有些震惊地看着他们,毕竟在我嫁给苏震轩之前,婆婆和公公对我一直是慈爱的模样,和眼前这个精明狡诈的婆婆一点也挨不上扁。 震轩,你快点帮我去喊医生过来好不好?我可怜兮兮地看着苏震轩,但我的丈夫却转过头,声音冷硬妈说得对, 扑妇产不仅要钱,而且对孩子不好,为了孩子,你就忍忍吧。 听见这句话,我几乎都快要气笑了,为了孩子,为了孩子,难道孕妇就不是人了吗? 医生,医生,我忍着剧痛,额头冒着冷汗朝着医院大门大喊,婆婆一惊,居然下意识地想要捂住我的嘴,要死。 震轩,你还愣着干什么?还不快把你婆娘的嘴捂住? 正说着,婆婆,公公,甚至是我的丈夫也齐刷刷地朝我走来,那眼神阴冷很辣。 好在路过的护士听见了我的呼喊,连忙进来问我的情况。 请家属去签手术单,二楼缴费,护士连忙进来给我打麻醉。 但婆婆却是拦着护士那不行,俺不同意。 护士一脸为难地看着我,同时隐隐有些鄙夷看着婆婆孕妇已经疼得受不了了,你们家属还没有决定好吗? 决定好了,不做什么剖妇产手术,婆婆立刻倒,扭头一脸凶狠地看着我你个不省心的玩意儿,家里都没钱了,要做手术。 你自己出钱。 苏振轩这个时候站了出来,皱着眉头看着我妈说得没错,你手上不是有十万块吗? 你就别藏着了,拿出来生孩子吧,到时候孩子憋久了,会有问题的。 我瞪大了双眼看着眼前的男人,有些陌生,仿佛他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温文尔雅的男人。 那彩礼钱不是说好了用来买房吗? 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 领证之前,婆婆亲手将这银行卡交给我。 但第二天,苏振轩便一脸为难地看着我,说买房的钱不够了,想让我借给他买房,毕竟他现在只是一个在编老师,工资并不算很高。 我想了想也是,二十万在我们这个县城都可以付一个首付了,便答应把彩礼钱拿出来。 妈说了,现在的那套房子照样住,你不要嫌弃这嫌弃那的,苏振轩不耐烦道。 他口中说的那套房子是农村的自建房,上下两层。 公婆,小叔子一家还有苏振轩都住在那儿。 但当初苏振轩和我相亲的时候,就再三保证会自己再买一套房子,所以我才会嫁给他。 请问,你们到底有没有决定好? 护士也有些拿不准,毕竟每天都有人来医闹。 我咬咬牙,转过头不再看苏振轩护士,我这里有钱,你帮我去缴费一下可以吗? 手术单的话,我自己签。 我把银行卡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包中拿出来,并且告诉了护士密码。 婆婆的视线紧紧盯着护士手中的银行卡,刚想冲过来,我冷冷开口,手中拿着手机。 你们要是再过来,我就报警了,手机是我趁着刚才争吵的时候偷偷拿到手的。 这样,婆婆和苏振轩才止住脚步。 在护士推着病床送我去手术室的时候,婆婆和苏振轩还是不停地在骂我。 什么白眼狼,不下蛋的老母鸡,黄脸婆,没人要的老女人,捞女。 但我唯一庆幸的是在匆匆忙忙来医院的时候,下意识地将那张银行卡带上。 想着若是出了什么意外,苏振轩手中没有那么多钱救我的话,这十万也可以救命。 现在想一想,还真是,可不就是救了我的命吗? 六个小时后,我生下了一个男孩。 刚出手术室,婆婆就围上来,不过不是关心我的情况,而是逮着护士问我的银行卡和孩子。 医生,俺媳妇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? 婆婆看着小婴儿是用粉色布包着的,以为是个女孩。 你媳妇生下的是个男孩,医生的话音刚落,婆婆和公公就团团围上来,就连一旁说自己不重男轻女的苏振轩也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振轩,你看,真是个带把的。 和你一样,婆婆直接扒开小婴儿的墙包,伸手就要逗弄儿子。 看看,俺们村里就俺孙子的最大,婆婆一脸骄傲。 还是医生看不下去阻止了婆婆的动作。 等我醒来的时候,就看见病床旁围着婆婆,公公和苏振轩。 他们都在低头看着儿子。 你身体好多了,等出了院回去好好养养,护士照常来帮我处理伤口。 我虚弱地笑了笑,感激地看着她谢谢。 这几天,要不是几个护士轮流照顾我,还帮我打饭,恐怕我现在早就饿死了。 因为银行卡的事情,婆婆恨死我了,丈夫也和婆婆暗中站成一对。 至于公公,在听见自己的宝贝孙子出生后便到村子上照常酗酒打牌。 我现在还能住在医院,完全是我拿那十万块自己付的钱。 不过花钱如流水,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花了两万,剩下的钱不知道还能不能养活一个孩子。 你什么时候出院?孩子也生完了,总不能一直待在医院里吧。 苏振轩有些不高兴。 婆婆这个时候也凑过来就是,医院都是骗钱的地方,你回家了,俺亲自照顾你。 我翻了个白眼,不理会他们,直接盖上被子睡大觉。 这么狠心的一家人,我才不敢回那个村子,恐怕只要我答应下来,就落到他们手里了。 反正现在在医院,他们也不可能把我怎么样,我再怎么样也得养好身体在他们算账。 两个星期后,身体差不多彻底好了,我才收拾东西回家。 不过儿子早就被他们接回家了,这几天就只有我一个人,婆婆倒是隔几天来看我,主要是怕我跑掉。 毕竟在那个贫穷的村子,年年都有好几个跑掉的。 想着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,我还是回去了,怎么样也想把儿子接走。 出院的那天,我提着几件衣裳,就孤零零地回到家。 哟,你还知道要回来啊,弟媳手中抱着一个男孩,对着我便是冷嘲热讽。 婆婆在喂大孙子吃饭,嘴里却是阴阳怪气,可不是吗? 看不上俺们家穷辈,硬是要花俺们家里的钱也要去住院,不知道有多自私。 这些钱都够俺大孙子上幼儿园了。 不得不说,我这个婆婆很精明,一下子就将矛头转向我。 弟媳一双精明的眼睛怨恨地看着我,仿佛我是个仇人,那双手因为常年干着农活,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巴。 有些人不要忘了本,郑轩可是他弟弟打工供出来读的大学,要不然还娶不上读大学的老婆。 而且彩礼前都是家里借来的,弟媳恶狠狠道,路过我身边时朝我吐了一口农潭。 我深吸一口气,告诉自己不要生气,身体还没恢复,一个人敌不过五个人。 苏震轩晚上回来的时候,面对我的质问,男人的眼神有些躲闪。 张轩,你也别这么自私,我读大学的费用都是我弟弟出的钱,现在我有编制了,自然是得要好好报答他。 之前没和你说是怕你和别的女人一样拜金,我快要气笑了拜金,我是捞了你的车还是房? 苏震轩里直气撞到那十万,还有约会的时候我给你买的汉堡,我村里就没有你这么拜金的女人,哪个媳妇不是侍奉公婆? 你还和我妈吵架?我看着她,顿时没有和她吵架的欲望,只想要等身体彻底恢复了,就带着儿子离开。 想到儿子,我的心就在发痛,从出生到现在,我只见了两面,喂了几次奶。 儿子在哪里?我要见儿子。 苏震轩心虚地一开视线,躲在被子中闷闷到不知道,在我妈那。 我瞪大了双眼你们把我儿子给藏起来了,你说话给老子放干净点。 那也是我儿子,苏震轩忽然像是一头愤怒的雄狮,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怒骂。 我被吓坏了,只能暗中再细细筹划。 三天后,我终于见到了孩子。 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为了省奶粉钱,居然把孩子送给别人家喂。 你又没有奶,安把宝贝孙子送给别人喂怎么了? 婆婆一脸不高兴。 我看着怀里哇哇大哭的儿子,心很痛,连忙喂奶。 孩子应该是恶坏了,一张小黄脸,嘴张得老大。 就在这时,婆婆忽然打开手机朝着我这边走来快来看我家的宝贝孙子,喝奶的力气真大。 我脸色一慌,连忙想要放下衣服,但已经来不及了,婆婆已经罩了进去。 快点删掉,我皱着眉头,不知道她把刚才的视频发到哪里了。 但婆婆装作没听见,趁着我怀里抱着孩子就往外走。 我放下儿子,连忙追了上去。 最后婆婆嘟嘟囔囔的嘴里在骂人不就是拍了一下吗? 有什么好看的,俺拍的是俺的宝贝孙子。 我揪着她的手机,冷声道给我解锁,删掉视频。 但婆婆好像抓住了我的命脉,皱巴巴的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哀忧。 行吧行吧。 说着,解开手机,我一把抢过去,点开微信,果真在家族群里发现了那段视频。 而且群里面几乎是立刻就有人附和,已经有七八条消息。 翠花家的,你儿媳妇奶水真足,果真是大学生,都能视频奶孩子。 看着家族群里的恶臭发言,我真的是感到恶心至极。 我颤抖地拿起手机,一旁的婆婆还企图过来抢走,但被我冰冷的视线吓回去了。 我看了一下群主,是大伯,我连忙联系她,请求她解散家族群。 但谁知大伯竟然回了一个不可以,还把我第三下四请求她的聊天记录发到群里面。 萱萱,都是一家人,何必分得这么清楚? 再说了,乡下哪个不是媳妇不是这样喂奶的? 就你的珍贵,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手机里的消息,气得全身颤抖。 一旁的婆婆看见了,脸上的神情立刻换成得意洋洋俺就说了吧,乡下女人都这样,就你矫情。 你现在嫁进了苏家,就是乡下人,别把你大学里的规矩带过来。 我颤抖着握着手机,咬牙噼里啪啦打下一段子。 大伯,这么喜欢看,你平常应该看了不少吧? 上一回我就看见大伯花了三百块钱去叫小姐。 顺手,我爱特了大妈,然后我一条条看下去,只要是有恶臭言论的,我一律没有给好脸色。 特别是群里面有几个男的,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,飘了。 啊,对了,还有二伯,你儿媳会跑,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长辈,人家不跑才怪。 我连着队了好几个人,一个都没有放过。 群里面顿时炸了锅,全部都在疯狂地骂我,顺带辱骂。 我不死心,想要试探一下苏振轩对我的态度。 于是我在家族群里面爱特了苏振轩,谁知男人竟然反过来说我。 各位长辈,我代替轩轩和您道歉,是我没有管教好我的妻子。 看到这个消息,我对苏振轩最后的一丝期待也没有了。 我心中暗暗想着,离婚,我一定要离婚。 既然走错了路,那就努力回到轨道,孩子并不是婆家拿捏住我的筹码。 晚上,苏振轩回到家,满脸不高兴,让我亲自提着东西去大伯和二伯家道歉。 我冷笑一声,直接拒绝他。 最后,苏振轩威胁我,说我若是不答应,就不让我见到儿子。 我早就知道他会动不动就拿儿子的事情来威胁我,所以我表面上假装答应,实则不动声色地想着要逃跑。 这个苏家会吃人,我是绝不会让我的人生就这样当个碌碌无为的人。 事事都要以男人为中心。 第二天,大伯和二伯一家就找上门来。 我躲在楼上并不出面,因为我说了,不跑可以,但大伯和二伯的事情我不处理。 你这个死老头,这么多年了还不安生? 是不是东边的那个寡妇? 在楼上我就听见大伯和大伯母的争吵声音。 两人估计是一路打过来,大伯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 二伯父也是一样,两人打得鸡飞狗跳。 那拳头咚咚咚地朝着大伯和二伯的身上砸,听着就痛。 而两个男人却将这一切的错误都怪罪到我的头上。 翠华,你家的那个媳妇呢?快喊她下来,老子还没找她算账呢。 我撇撇嘴,安心地为儿子喝奶,但不知道是不是基因的问题。 看着怀里和我异常相像的儿子,我心里越发坚定了要带走儿子的心。 到了晚上,我暗暗观察着苏振轩和婆婆,特意抱着孩子坐在客厅,装作逗弄孩子, 实则暗戳戳地盯着浴室门口,因为我知道苏振轩就是个妈宝男。 今晚苏振轩回来了,婆婆跟个丫鬟一样伺候她,就怕我这个媳妇当得不称职, 在她面前安前马后,还时不时地嘲讽我。 儿子,来,娘给你搓干净。 没有听错,自从嫁过来,我才知道,原来两人还互相搓背。 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着实是恶心吐了,还一度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。 浴室的门打开着,两人肆无忌惮,就连一旁的地席都一脸正常。 我拿起手机,朝着浴室录像,刚好将两人搓澡的视频拍下来。 随后,我转手就发到家族群。 不一会儿,家族群里面就炸锅了,比我之前还热闹些。 毕竟视频里面可是清清楚楚,拍到两个人的脸还是上半身,简直就是丢死人。 翠花媳妇,你这是干什么?还不快撤回去? 你们不是说没关系的吗? 而且他们两母子的关系多好,还在一起洗澡呢。 我翻了个白眼,下面不知道又在发了什么,全是在骂我的,手机嗡嗡地震个不停。 我懒得看,只见抱着儿子看戏。 不一会儿,两人从浴室出来,苏震轩是第一个发现的。 妈,男人的声音有些颤抖,下意识的反应居然是先喊妈。 看到这个,我脸上露出一丝嘲讽。 婆婆立刻捧着手机看着群里面的消息,顿时气得战红了脸。 拿起扫帚就要打我。 你这个扫把星,我冷笑一声你要是敢打我,明天这视频我就会发到网上。 让网上的人好好看看,你们母子是怎么丢人的。 果真,苏震轩最在意的就是脸面,而且她还是镇子上的教室边。 村子本来就小,这个视频若是传出去了,她就别想在这当老师了。 妈,你别动她苏震轩一脸防备地看着我,将自己的母亲拦在身后。 仿佛我要对她母亲做什么,但现实却是明明是婆婆手中拿着扫把要过来打我,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,说着世界上对我最打毒的话。 那天的闹剧是以大伯解散家族群结束。 因为生了儿子,婆家还特意办了酒席,请了些亲戚过来吃饭。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,所以在屋子里面为儿子喝奶。 就在这时,大门忽然被打开,有了上次的经验,我立刻放下衣服。 你们进来干嘛?我不是说了我在为孩子喝奶吗? 我一脸不高兴地看着苏震轩。 但男人喝了酒,明显上头了,童红着一张脸摇摇晃晃到他们就是来看一下儿子。 我生了儿子,有后了。 我看着男人,眼中泛着冰冷,你就是震轩的媳妇吧? 长得真亮,果真是大学生。 一个年纪很大的大妈咧着一口大白牙走过来,俺来看看孩子。 哟,这孩子真胖,长得真俊。 说着,竟然直接上手,那咬牙切齿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她的什么仇人。 你有毛病吧?我疼得跳起来,拍开大妈的手。 大妈摸了摸自己的手,一脸不高兴,撇撇嘴唉呦,你干嘛打人? 但脸上却是露出隐隐的得意。 我心中立刻涌现出一股怒火,抬起手朝着女人的别别的心口用力抓去。 唉呦,你干嘛? 抓得俺疼死了,女人立刻换了一张脸,凶狠地看着我,那双浑浊的眼睛露出一丝精灵。 我冷笑一声原来你还知道痛啊,你抓我的时候我就不痛,你现在就给我滚,全都滚出去。 我尖叫着,把房间里能砸的一切东西全都往他们的脸上砸。 我不敢保证,如果还让他们继续待在这里,我会多么崩溃。 好好好,萱萱,你冷静一点,我们现在就出去。 苏震萱顿时清醒了不少,连忙后退。 说着,拉着还想吵架的婆婆和那个大妈出去。 出去的时候,婆婆和那个大妈砸得鼻青脸肿的,狼狈不少。 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,我心情好了不少。 啊,对了,还有那个软蛋丈夫,我现在看见她就头疼。 年近三十,也不过是个乡村的在边老师,一个月仅有三千来块钱, 现在还带着一大家子全都住在农村的自建房里面。 倒不是我嫌弃,只是除了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外, 还得和小叔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。 父母难免会有一碗水端平的时候,苏震萱和小叔子是亲兄弟, 闹了矛盾也就是出去多亲近,只留下我和弟媳争吵。 想到这,我就忍不住冷笑一声。 前天弟媳就当着我的面提出要把彩礼的钱拿出来给小叔子买车。 可这明明是苏震萱欺骗我在先,然后又逼迫我把这钱拿出来, 见我不拿出来,便趁着我怀孕,强迫我顺产。 现如今又和家里人弄了张借条,说是这钱全都是借的,要让我还回去。 真是卑鄙又无耻。 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正好端端地吃着饭,苏震萱忽然倾咳一声, 随后便装模作样地低着头吃饭。 我停下筷子,冷眼看着他们,只见我那好婆婆朝着弟媳使了个眼色, 心中冷笑一声,看来他们是等不及了, 这彩礼钱是一下都不能落在我手上。 我将他们的眉眼官司看在眼里。 果不其然,弟媳开口到嫂子,你那十万块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呢? 我和胡子还想今年再生个娃呢? 再说了,没钱怎么生娃娃? 妈,你说对吧? 婆婆立刻附和道就是啊,张萱,你这个做嫂子的可要带头做个好榜样。 俺们知道你身上有钱,有钱就还给俺们算了。 我面不改色地吃着我的饭,毕竟再怎么吵架,总不能气坏了自己的身体。 生孩子要什么钱? 我之前生孩子的时候妈不是亲口说生孩子就跟拉屎一样拉出来。 你,婆婆脸色顿时变得难看。 显然,她自己也记得当初在产房说了那样没良心的话。 弟媳脸色很不好,朝自己的丈夫捅了捅胳膊,随后阴阳怪气道科阿们的牛牛,现在要上幼儿园,你这个做姑姑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侄子连学费都没有吧? 呵呵,道德绑架,她没有学费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就去赚钱呢?盯着我的彩礼做什么? 我还没听过小叔子连自己儿子的学费都交不起,还要盯上自己婶婶的彩礼前,我不痛不痒地反驳回去。 看着装做死人一样的丈夫,我冷笑一声震轩,你怎么不说话?你不是老师吗?村里可就你一个大学生呢?全村都指望着你,侄子的幼儿园就交给你了。 想当个隐形人,做梦,自己惹出来的祸端没道理,让我一个人承受。 这番话,顿时说得苏震轩哑口无言,半天才在小叔子的注视下结结巴巴来了句我是教小学的,又不是交幼儿园的。 随意吃了几口饭,我顿时也没心情和他们吵架了,啪,的一声将碗重重磕在餐桌上,直接离开。 这个家里我真的是受不了了。我要跑出去,回到房间,我听着楼下弟媳和丈夫的争吵声觉得烦躁,估计又是故意吵给我听的。 我翻了个身,捂住耳朵,开始想日后地去路。离婚是一定了的,只是这笔账还得算一下。 这天,我在镇子上晃荡,因为害怕我一个人直接跑掉,苏震轩特意从学校把我的儿子给带走了。 原本我是想把儿子给抢回来,但他们仗着我舍不得碰到孩子,动作粗鲁地就把孩子给带走了。 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在哪里。在第一次的时候我尝试过报警,但小镇上警力有限,等每次赶到的时候婆婆早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把儿子给带过来了。 最后警官也只能口头教育一下。想到这,我气得要死,但暂时也无可奈何,只能到镇子上看看。 就在我路过一家宾馆的时候,我居然发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。 我的婆婆竟然和一个抽着大烟的老头走在一起,身上还罕见地穿着一条大红的裙子。 两人手挽手地走进宾馆。 我连忙戴上口罩,拿出手机拍下两人走在一起的照片,低着头悄悄摸摸地跟了上去。 小镇子上的宾馆不怎么正规,随意看了眼身份证就给他们开了一间房,临走的时候两人还在前台买了一盒雨伞上去。 看着婆婆轻车熟路的模样,相信早就出轨了,而且这家宾馆是他们常来的地方。 连想到最近婆婆总是让公公去别的村子上收工钱,我立刻觉得就是婆婆想要支走公公。 再想到婆婆不过是个普通的再普通的农妇,而且天天哭穷,连小侄子的学费都没有,但每天都能出去打牌,还能时不时地买点零嘴吃。 我坐在宾馆对面的小饭馆里,等着他们出来。 果不其然,两个小时后,婆婆满脸春风地出来,脸黑红黑红的。 一旁的农村老汉露出一口大黄牙,从兜里拿出几张红钞票给她。 婆婆满脸笑嘻嘻地接过放进自己的口袋里,随后便坐上回农村的公交车。 见到这,我连忙打了个低势在婆婆回来之前赶到村口。 回到家刚一会儿,婆婆就提着几袋小零食回来给牛牛,哄孙子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还真以为婆婆不过是到镇子上给孙子买玩具去了。 第三天,我路过村里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,老板娘刚好喊住我,是翠花的媳妇吧? 你的快递到了。 我皱着眉头疑惑地接过。 可我明明记得我最近根本就没有到网上买东西啊。 带着一肚子疑问,我回到家拆开了快递。 只是在看清楚东西的一瞬间,我吓得直接扔掉手中的快递。 因为快递盒里面全都是某些用品,全是廉价的不能再廉价的那种。 我拿着快递就想回去问一下小卖部的老板娘,会不会是送错了快递。 但不知道为何,临走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快递盒子上的信息。 上面联系人的电话的确是我手机号的后四位,而且名字也是我的名字。 世界上总不会这么凑巧的事情吧? 我犹豫了一下,觉得事情不简单。 能把信息填得这么准确的,恐怕不是别人,就是家里的人。 我把东西都放回快递盒子,再用透明胶布粘回去,放在门口原封不动。 不过半个小时,就见婆婆一脸慌慌张张地回家, 看到门口的快递才松了口气。 看见我坐在客厅看电视,装作不在意地问到挨押, 俺的快递不小心填了你的电话。 但手上的动作却是联盟检查包裹有没有打开。 看见婆婆的小动作,我心中冷笑一声。 还好我当初拍了照片,不怕到时候这个老太婆不承认。 第二天,婆婆又照常去镇子上,临走的时候还趁着我不注意, 鬼鬼祟祟地把那些东西塞进包里面。 婆婆前脚出门,我后脚就换了一套不长穿的衣裳跟了上去。 临走时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公公,说家里出事了,让她赶紧回来一趟。 挂断电话后,我亲眼看着婆婆和上次不一样的农村老汉进了同一家宾馆, 还指了一下包厢是在示意着什么。 我目瞪口呆,还能这样操作,真是震碎了我的三观。 他们进了宾馆差不多半个小时,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公公,催她赶紧过来。 十几分钟后,公公一脸不耐烦地看着我到底有什么事情,叫俺过来。 我心中冷笑一声,虽然也很讨厌这个公公,但我还是很乐意看热闹。 爸,你看看这是什么,我上一次看见的,不确定,所以这一回想让你过来亲自看看,是不是我认错人了。 说着,我把录下来的视频给公公看。 视频看到婆婆牵着农村老汉的手进了宾馆,公公就气得倒了下去。 这个骚货,老子要打死他。 还是两个不同的人,当老子死了,公公从地上踉跄着爬起来,拿起转头就要冲进宾馆。 我拿出手机,给婆婆打了个电话,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见。 许是我打断了婆婆的好事,电话那边的语气很不好。 爸刚才回来了,说是要到镇子上找你。 说完这句话,我也不管电话那头骂我什么,利落地挂断电话。 宾馆不可能告诉公公房间号,但老人家情绪激动,拿着转头在大厅大骂,喊着婆婆的名字。 王翠花,你给老子他妈的滚出来。 不一会儿,就看见婆婆和一个脸色不好的农村老汉一起从楼梯出来。 宾馆本来就不大,两人刚好撞见。 公公看见婆婆牵着一名农村老汉的手,气得顿时全身发抖,拿起手中的砖头就朝着两人头上砸过去。 老子砸死你们这对贱人,在看见自己丈夫的那一刻,婆婆吓得顿时脸色苍白,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,显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出现在自己私货的宾馆里面。 啊,要杀人了,老子揍死你,竟敢给老子戴绿帽子。 宾馆里面乱成一团,三个人扭打在一起,公公和婆婆两人像两只大公鸡一样斗得飞起来。 最后,宾馆里面传来人们的惊呼声快打120,看着宾馆里鸡飞狗跳的样子,我看都懒得看一眼,见他们互相斗殴的模样,我转身就离开。 临走时打了个电话给苏振轩和小叔子,几个人都很震惊,不停地在电话里问出了什么事情。 儿子我放在学校,你快来把儿子接走,我去医院看望一下我妈。 对了,记得把银行卡带上。 苏振轩匆匆忙忙地叮嘱我,临到这个时候还不忘算计我的彩礼钱,真是个奇葩抠搜男人。 我连忙打了个低视赶到学校,好在学校的保安暂时帮我照顾着,我接到孩子的第一时间就连忙赶回家,把一个星期前就准备好的行李箱和火车票一块带走。 走的时候,电话还在不停地震动,仿佛是一道催命符。 苏振轩在电话那头质问,你怎么还没到? 妈和爸现在伤得特别严重。 我心中冷笑一声,但表面上还是在安慰他我刚才去了学校接了一下儿子,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,马上就赶到。 我随便敷衍了一下便挂断电话。 最后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,坐在村头的几个大妈一脸防备地看着我,焦头接耳,同时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 我心中冷笑,知道他们只是在通风报信给公公和婆婆,因为这个村子实在是太穷了。 还有的人是被骗过来的,所以经常跑媳妇。 这里的人为了防止跑掉,会互相通风报信。 但那又怎样? 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我早就计划好的。 即使知道了,现在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,我有足够充分的时间。 坐上低视,我让司机开快一点。 我订的是是下午六点的火车。 在火车铃声响起的那一刻,我带着儿子过了安检。 一席间,我好像听见了男人熟悉的呼喊声喧喧,我回头看去。 只见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安检出口,不停地朝着我挥手。 我看不清那个人是谁,也不想知道,转过身坚定地朝着前面走去。 五分钟后,火车慢慢悠悠地出发,然后速度越来越快。 我抱着儿子,热泪盈眶地看着窗外呼吓而过的铁轨。 儿子在墙堡里安安静静地睡着了,我轻声哼着摇篮曲。 一切,又是一个新的开始。